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利米书37章20节这么记载着说 主我的王啊 求你现在垂听 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 不要使我回到文氏约拿丹的房屋中 免得我死在那里 于是西里加王下令 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 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 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 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 我们看到在这节经文当中 耶利米向西里加王诉说 不要让他回到文氏约拿丹的房屋中 为什么告诉他 不要让他回到约拿丹的房屋中呢 我们看到耶利米说免得我死在那里 耶利米先知他害怕回到约拿丹的房屋中 害怕会死在约拿丹的房屋中 那到底约拿丹的房屋为什么会让耶利米这么害怕 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耶利米今天他会 他一个先知他会到约拿丹的房屋当中 其实跟那时候的时代背景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耶利米先知他承受神的话 上帝告诉他要去告诉西里加王 要投降迦勒底人 但是西里加王他们并不愿意投降迦勒底人 虽然西里加王他是迦勒底人他所立的王 但是他并不愿意顺从迦勒底人 所以迦勒底人他继续派兵来攻打耶路撒冷城 那西里加他的臣子就跟他出主意 说那我们可以找法老王来帮助他们 于是法老他派兵来攻打迦勒底军队 迦勒底军队于是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城 在他离开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耶利米也就离开了耶路撒冷 当耶利米到了遍雅敏城的门下的时候 遍雅敏城的守门官告诉耶利米说 你是投降迦勒底人的 耶利米说不是 你这是谎话 我没有投降迦勒底人 但是这守门官就把耶利米抓起来 把耶利米抓起来 然后把他带到首领那里 那首领看到耶利米也是非常的生气 因为认为他就是投降迦勒底人的 所以就把他抓起来 把他关在月娜丹的房屋当中 所以耶利米他被关在月娜丹的房屋当中 那当他被关在月娜丹的房屋当中之后呢 希里迦王就派人把耶利米找来 跟他说 从耶和华那里有没有上帝的话临到你 上帝有没有要告诉你什么事情 耶利米说 有 你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他遭受到痛苦 他被关在这个月娜丹的房屋当中 他被打被欺负 但是他仍然说有 而且跟希里迦王说 你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我们可以思考耶利米他现在 他是在希里迦王的管辖当中 他如果讲希里迦王不喜欢听的话 他可能会遭受到更大的苦难 但是耶利米他仍然讲说 有 你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他不害怕希里迦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十节 他仍然跟希里迦王说 恳求你不要让我回到 不要让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中 免得我死在那里 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先知耶利米他是个人 他忠心的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 但是他却也是会害怕 他自己的身体会受到苦难 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当我们在诉说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诉说上帝的话语 却会被欺负 却会被打 会被伤害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愿意忠实的 传讲神的话语 我们看到耶利米他会为自己 来跟希里迦王来求情 但是他愿意忠实的 来传讲神的话语 所以期待我们也是像耶利米一样 当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忠实的 传讲神的话语 没有错我们可能会遭遇到苦难 我们可以求情 但是只要是传讲神的话语 一定要忠实的 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典的父神谢谢你 让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 他纵实受到了迫害 纵实被关到监牢里面 他仍然忠实忠心的传讲你的话语 主啊求主你将忠实忠心传讲神话语的灵 也都放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也都学习忠实传讲神的话语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 事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